你好 龚哥生物小讲堂 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DNA复制的整个详细过程 好 那我们现在讲 我们已经证明的是半保留复制了 下一个重点我们就要来看DNA到底是怎么样完成复制 龚哥这边跟各位讲个课前提示 希望各位听完之后您会很确定的知道 DNA复制的地方是在细 增核生物是在细胞核里面 它的原料是抵NTP 然后新合成的方向是5PLAN到3PLAN端 还有很重要的 这边是龚哥额外补充 有三个很重要的参与DNA复制的酵素 分别是一DNA解旋酶 二DNA聚合酶 跟三DNA连接酶 我这边先介绍这个名字 解旋酶是打开螺旋 聚合酶是我们要合成DNA的时候 它是用聚合的方式 而连接酶会把一个叫钢旗片段的东西接起来 好那我们等一下都会解释 解旋聚合跟连接分别做什么事情 首先先来前情提要 一年级的内容 构成DNA的核甘酸 我们把它叫做DNTP 这边的D代表的是Dioxy的意思 Dioxy就是去氧 好这个是Dioxy 是去氧 代表它里面具有的五碳糖是去氧和糖 好再来 A G C T就是构成DNA的四种含氮碱基 T代表Tri代表的是三个磷酸根的意思 原料是抵ATP抵GTP抵CTP跟抵TTP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抵ATP 是不是跟我们的能量货币ATP很像呢 事实上这也代表着 这个原料本身它自己带着很高的能量 所以在合成DNA的时候 不用额外的ATP或是能量分子参与 这些原料本身就很有能量了 接着我们就来跟各位介绍 DNA在聚合的时候 在合成的时候 它为什么方向性上 一定是从五碳端到三碳端 好那也许您会说 什么是五碳三碳 这边就再前情提要一下 这个五碳糖呢 它这边是有一个一号碳 二号碳 三号碳 四号碳 跟五号碳 好所以啊 左边这个合肝酸电的左上方 它有一个游离的五碳端 接着磷酸基 所以我们说这个方向的五碳端开始 那么最左下角会有个游离的 一号碳 二号碳 跟三号碳 这边有个三碳端 反过来它的对面 这里是一个 这里是一个三号碳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五号碳 我们把这件事情叫做反向 如果您对于DNA的结构有问题 您可以回去复习一年级的投影片内容 那我现在要解释 DNA在复制的时候 新合成的一股 它怎么的新合成法呢 它是一个核肝酸 一个核肝酸加上去的 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聚合 有点像是把一个一个小小的乐高积木 把它拼起来 变成一个巨大的城堡 或巨大的巨人的那种感觉一样 什么叫聚合 我现在有个原料 好 这是一个 DATP 这边是T 为什么是T呢 因为这边有个A 半保留复制的这个地方是模板 模板的意思就是 它原本是什么序列 它的对面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 互补的寒氮碱基的核肝酸 会过来跟它配 例如说T就会跟它自动的形成一个 轻件 跟整形成两个轻件 这两个会形成两个轻件 好 那么它们形成轻件的过程里面 DNA的聚合酶 它的作用是 可以让这一个五PLAN端的这个磷酸基 会去跟这边的三PLAN端的OH的尾巴 去进行攻击 并且形成一个共架件 在这个地方形成共架件 所以就代表这边会有两个磷酸基 会游离掉 这个离开的动作 就会释出大量的能量 并且让这件事情得以产生 所以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共架件 这个共架件是由DNA聚合酶做的 而且做出来的方向是什么呢 是从五PLAN端往三PLAN端做的 五PLAN到三PLAN 因为这个酵素它只能去攻击原有的 这个多核甘酸垫 它是三PLAN的尾巴 一定要从尾巴三PLAN往后加 一定要从三PLAN往后加 这就是为什么方向一定是五PLAN往三PLAN的方向 然后这边有游离的两个磷酸基 这样子就多加上了一颗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讲 这边是怎么样 从原本短短的会一直加加加 加到变得很长 而且是用半保留复制的方式 我们开始介绍增合生物 它DNA复制的方式 原本是一个双骨螺旋的DNA 它会被打开 打开的地方我们叫复制起始点 这个复制起始点 在我们增合生物里面 它同时会具有好多个 好多个会一起开始进行复制 复制的时候 它会打开变成一个泡泡 叫做复制泡 这个复制泡呢 如果说我们单独看其中的每一个 它都是会有一个新的多核肝酸电 会聚合上去 然后这个泡往左右两端延伸 这个泡往左右两端延伸 延伸到最后的时候 就会变成两个全新的双骨DNA 像这个样子 如果说我们再把这个复制泡 再把它放大来看 这样子叫一半 这个一半叫做一个复制叉 这样的一半又叫做一个复制叉 所以我们等一下比较围观在看的时候 我们就是先看这个复制叉 DNA到底是怎么样去复制上去的 OK我们来看看 打开这个复制叉 这个是复制起始点 一整个长长的DNA里面 会有非常多的复制起始点 而复制起始点的最一开头 首先会必须加上一个RNA的影子 作为开头 为什么我们今天明明要做DNA的复制 结果会需要RNA的影子呢 这是因为万事起头难 我们刚刚所讲到的DNA聚合酶 它如果没有一个前面的三半的尾巴 没有一个开头 它没有办法往后做出新的DNA 但是RNA影子在某个机制之下 它可以直接从无生有直接附上去 附上去到起始的部分 所以RNA影子接上去之后 新合成的这一股就会做过来 而且刚刚工哥说 新合成的DNA它的方向是什么呢 一定是5PLAN到3PLAN 各位请看 上面这个模板是3PLAN到5PLAN 下面新合成的是5PLAN到3PLAN 是不是一切都是符合反向的原则呢 好 这个复制起点打开的时候 是因为这个地方会有酵素 把它像拉链一样打开 所以上面的这一股 它会顺顺的往左边这个方向做 下面这一股 一样是5PLAN到3PLAN 也会是顺顺的往右边做 但是 上面这股很顺 下面这股超不顺的 下面这一股是 我们以左边为例 这个是3PLAN端 所以这边是5PLAN端 也就是呢 这里是5PLAN 这里是3PLAN 我们新合成一定要5PLAN到3PLAN的方向做 但是今天 它的这个复制起始点 是往左边拉的时候呢 这个会不断的 往左边走 所以上面这个 它可以顺顺的往左边 一直不断的复制 但下面这个呢 这一段都还没被拉开 所以5到3 5到3 5到3 必须要一段一段慢慢的做 这个一段一段的 做出小小DNA的过程 被钢琪先生发现 所以这个小小片段 我们把它叫做钢琪片段 比较顺的这个叫领先骨 这个钢琪片段 我们叫延迟骨 所以钢琪片段指的是 在DNA复制的时候 会有这个小片段小片段的出现 哇那这样DNA就不顺啊 就断断的 那要怎么办呢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再回头来看 等一下会解释 到底酵素是怎么样参与的 所以这个地方形成了 很多很多的复制炮 它们会相连在一起 最后通通相接之后 就会变成两个完整的双骨DNA 那我们就来看了 最后这三个酵素 到底是怎么作用的 首先 DNA解旋酶 它会像解开拉链一样 直往左边去把双骨螺旋打开 二 RNA的影子会接到开头的地方 并且让DNA聚而酶可以在它的后面 开始往后做 做的方向一定是从5PLAN到3PLAN的方向做 所以上面这一股非常的顺 5PLAN到3PLAN是顺顺的做 所以上面这一股我们叫做领先骨 下面这一股呢 每打开一段 就会有一小段可以新的做 所以下面这边会有很多钢琴片段 好 哇 那很多钢琴片段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连在一起呢 好 没关系 我们在利用DNA连接酶 这个DNA连接酶 可以把钢琴片段接在一起 好 这是第四个步骤 好 第三个酵素 DNA连接酶可以把这些DNA片段 把它相接连在一起 好 那但是这时候您可能就会想 那这样子 这个接在一起之后 这边不是有RNA吗 那也没有关系 有另外一种的DNA聚合酶 它会把这个RNA分解掉 并且再做出相对应正确的DNA 去把它做取代 所以最后它还是会变成 完全一模一样好的两个双骨螺旋DNA 以上就是我们的DNA复制的介绍 好 最后呢 龚哥想要再Summary一下 就是我们整个DNA复制的过程 同时也介绍一下半保留复制 还有DNA复制 它最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好 那这是一个双骨螺旋的DNA 好 要进行DNA复制的时候呢 这边会有一个复制起始点 然后它会打开 变成两个复制叉 好 那两个复制叉看起来太复杂了 所以龚哥这个地方呢就先以画左边这个复制叉为例好了 好 右边也应该会有个复制叉 那这边呢我们知道双骨螺旋的DNA它是一个反向的结构 所以假设上面这一股是5PLAN到3PLAN 下面这一股是3PLAN到5PLAN 然后它的序列 我也真的给它一个序列哦 例如说这边是ATCG 这个地方跟它相对应嘛 就是TAGC 接着 新合成的这一股 会 会 从5到3的方向来做 好 所以呢 这边是新合成的5端 这边是新合成的3端 这边是新合成的5端 这边是新合成的3端 所以如果说解旋 每次往左边这个方向跑的话 上面会是什么股呢 上面会是领先股 因为它是从5到3的方向做的 它会做出 C配G G配C A配T T配A 它会这样做出一个新的一股 然后下面呢会是 由左到右来合成 这个就是延迟股 这边做出一个钢旗片段 一样是A配T T配A C配G G配C 所以合成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新合成的 新做出来的这两个DNA 都是一股新 一股旧 我用不同颜色来表示 同时 做出来的这两个DNA 在序列上 是不是真的都一模一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地方是 ATCG 这边也是 ATCG 那下面当然也是相对应的 因此 这就是一个DNA 利用半保留复制的方式 以上就是我们的DNA复制的过程 我们的DNA 我们的DNA